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在台北的街头,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金华城案被积压 支持者们如春天的小草般奇距声援表达对他的坚定信念与期待 与此同时,国民党立委柯志恩对特定媒体获取内幕消息 质疑重重,呼唤社会透明度,引发广泛讨论 柯志恩的质疑不仅挑战了媒体的公正性 也让公众反思政治透明的重要性 在这场声援活动中,支持者们展示了对民主的渴望 与对柯文哲未来的信心,他们的行动犹如一股强大的力量 传递出对政治的关注与参与 而在台北市的政治舞台上,蒋万安面临着对京华城案的压力 副市长李四川则明确表示,停工需符合特定条件 透露出处理此案的复杂性与法律限制 京华城案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市府形象与公众信任 蒋万安必须在法律与政治之间找到平衡 同时,柯文哲积压第四天,尽管面临困境 支持者们依然在看守所外聚集,传达对他的支持 他的饮食情况虽简单,却在逆境中显得尤为珍贵 警方加强戒备,紧张气氛中 柯文哲的未来和所代表的理念却在不断传播 这场风波不仅是柯文哲个人的考验 也成为台湾政治历史上的重要篇章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台北的紧张与激动,小草动员声援柯文哲 台北的街头阳光明媚,空气中却弥漫着紧张而激动的气氛 来自全台各地的小草们纷纷聚集在这里 声援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仿佛春天的花朵一般 这些小草们争相绽放,展现出对柯文哲的支持与期待 手举标语,喊着口号 他们用行动表达了对柯文哲的坚定信念 与此同时,高雄市党部主委柯志恩在社交媒体上发声 发布了一张他与柯文哲两年前的合影 照片中的两人笑容灿烂 似乎在诉说着过去的美好时光 然而,时光荏苒 如今的柯文哲却面临着风波与挑战 柯志恩对此感到唏嘘与惋惜 同样,他在发文中质疑 为何特定媒体能够轻易获得内幕消息 与独家报道台湾所谓的 侦查不公开究竟 是神话还是笑话 这番话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关注 许多人开始反思台湾的媒体环境与政治生态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媒体的角色愈发重要 柯志恩的质疑不仅是对特定媒体的指责 更是对整个社会透明度的呼唤 他希望能够揭开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真相 让公众看到事情的全貌 而不是被片面的报道所误导 这种对真相的追求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 显得尤为重要 声援活动的高涨 民主与透明的呼唤 声援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小草们齐声高喊着 支持柯文哲的口号 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与信心 有人举着写有 支持柯文哲捍卫民主的 标语 旁边的小朋友 也在认真地模仿着大人的口号 脸上洋溢着纯真的笑容 这场声援活动 不仅是对柯文哲的支持 更是对民主与透明的呼唤 小草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传达出他们对政治的关注与参与 展现出年轻一代 对未来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柯文哲的支持者们 分享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一位年轻的妈妈 带着他的孩子来到现场 他告诉大家 柯文哲在担任市长期间 推动了许多惠民政策 使他的生活更加便利 他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在更好的环境中成长 因此他选择站出来 支持柯文哲 与此同时 柯志恩的质疑 也引发了许多人的思考 大家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讨论 认为媒体的透明度与公正性 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许多人开始关注那些 被忽视的声音 呼吁更多的公众参与监督 在这场声援活动中 柯文哲的支持者们 不仅仅是在为他加油 更是在为台湾的未来发声 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变革 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这个社会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声音 蒋万安的挑战 京华城案的处理难题 在台北市的政治舞台上 京华城案如同一颗 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因涉及此案而被羁押 使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京华城的未来 成了蒋万安市府的一块烫手山芋 令人颇为担忧 近日 关于京华城案的讨论愈演愈烈 是议员们纷纷要求蒋市府 采取行动 甚至希望能够下令停工 然而 副市长李四川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指出 停工并非一事 必须符合特定条件 他提到 建筑法中规定的停工条件有三项 只有在这些条件满足的情况下 市府才能采取行动 李四川指出 京华城案被怀疑违反了都市计划法 需要市府进行详细的调查和评估 此外 停工的决定 必须由都委会的委员 召集人 或市长亲自做出 这显示出这一决定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最后 若涉及图利或贪污的行为 相关人员被起诉并判刑 市府才能认定违反都市计划法 政治风波 蒋万安的决策 与公众期望 李四川的表态 无疑给了公众一个清晰的信号 在法律的框架内 市府不能随意停工 必须经过严谨的程序和充分的证据支持 李四川的表态 也让人们意识到 京华城案的处理 将会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蒋万安市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一方面 公众对京华城案的关注度持续上升 舆论的声音愈发强烈 另一方面 市府内部也需要在法律与政治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如何在保护市府形象的同时 妥善处理这一敏感案件 是蒋万安面临的一大挑战 回顾京华城案的起因 最初是由于一系列土地开发与规划问题 引发的争议 随着调查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细节浮出水面 涉及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 令人折舌 许多人开始质疑 是否在这背后 隐藏着更深层次的腐败问题 蒋万安的决策 将直接影响市府的未来 若处理不当 不仅可能导致市府形象受损 更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政治风波 反之 若能妥善应对 或许能为市府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 蒋万安需要展现出果敢与智慧 在法律框架内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 确保京华城案的处理过程透明 公正 才能平息公众的疑虑与不满 柯文哲的积压生活 支持者的持续声援 柯文哲的积压事件 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作为民众党主席的他 因涉嫌京华城弊案而被积压 至今已经进入了第四天 今天是周日 土城看守所的接见会客暂停 亲友们无法前来探望 这让人不禁为他的处境感到担忧 令人感到无奈的是 直到下午 柯文哲的律师仍未能到场进行会见 使得外界对他的法律状况更加关注 尽管如此 仍有一些热心的小草 前来土城看守所 表达对柯文哲的关心与声援 他们在看守所外聚集 举着标语 呼喊着口号 试图传达出对柯文哲的支持 这样的场景让人感受到 尽管身处逆境 仍有许多人愿意站出来为他发声 在看守所内 柯文哲的饮食情况也被曝光 今天早上的早餐是地瓜粥和豆枣 午餐则是黑胡椒牛肉 糖醋鱼丸 以及三丝羹汤 虽然这些菜色看似简单 但在这样的环境中 能够吃到一顿热乎乎的饭菜 或许也能让他感到一丝安慰 想象一下 柯文哲在狭小的空间里 面对着一碗热腾腾的地瓜粥 或许能让他暂时忘却外界的纷扰 专注于自己的思考与反省 警方戒备与支持者的持续发声 随着时间的推移 警察的戒备也在不断加强 外界传出消息 警方在看守所周围增派的警力 似乎是为了防止任何可能的突发事件 这种紧张的气氛 让人不禁想起了历史上那些 因政治原因而被羁押的名人 他们在监禁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与考验 柯文哲的处境 是否会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 柯文哲的支持者们依然在努力发声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声援活动 呼吁更多的人关注柯文哲的案件 甚至有人组织了线上直播 分享关于柯文哲的故事与成就 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这样的举动不仅是对柯文哲的支持 更是对民主与法治的呼唤 柯文哲的未来仍然充满未知 但他所代表的理念与信念却在不断传播 无论结果如何 这场风波都将成为他人生中的一部分 也将成为台湾政治历史中的一段重要篇章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小草动员生员柯文哲的事件 柯文哲被羁押 确实让人感到不安与困惑 小草们在台北街头生员 展现了对柯文哲的坚定支持 这种支持不仅是对个人的拥护 更是对民主和透明的呼唤 作为一个推动惠民政策的市长 柯文哲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没有这些小草们的生员 或许这个社会中的许多真相将被掩盖 人民的声音将被忽视 楚天书 你说的真是感人肺腑啊 这让我想起了《红楼梦》里的贾宝玉 总是被众多的小姐们追捧支持 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 那就是柯文哲被羁押的原因 涉嫌京华城弊案 如果他真的清白 那就应该在法庭上自证无罪 而不是靠一群小草们在街头呐喊 更何况 柯志恩质疑的侦查不公开 是否有其道理 我们不能因为情感而忽略法律与正义 谢琪琪 你这话可真的是有点酸啊 好像《三国演义》里的曹操 总是觉得别人有阴谋 小草们的声音是民主的一部分 它们的声援是为了让真相浮出水面 你提到的侦查不公开问题 确实需要讨论 但是别忘了 媒体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如果只是某些特定媒体轻松获得内幕消息 那这背后的操作又有什么公平可言呢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透明 而不是选择性公开 楚天书 你这话让我想起了西游记里的唐僧 总是一心向善 却忽视了现实的残酷 我们不能否认 小草们的热情和支持是令人感动的 但这不代表他们的行动就能改变法律的程序 李四川副市长已经明确指出 停工京华城必须符合特定条件 这可不是一群小草们的呐喊所能解决的 我们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性 而不是情感上的冲动 法律程序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情感上的支持只能是锦上添花 不能代替法律的公正 谢奇奇 你说的好像是《水浒传》里的宋江 总是强调法度规矩 但别忘了人民的力量 小草们并不是想违法 他们是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 呼吁更多人关注事件的真相 柯文哲的支持者们分享许多感人的故事 他们并不是只靠情感 而是有实际的政策受益者 如果我们只关注法律的条文 而忽视了社会的声音 那我们的法律还算是为人民服务的吗 楚天说 你这番话真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 总是充满情感和理想主义 但现实可不是童话 我们不能因为有感人的故事 就忽略了法律的必要性 讲万安是否的动作 确实会影响到很多人 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严格遵守程序 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情感 而破坏整个法律体系的公平和公正 柯文哲的支持者们 当然有他们的声音 但这声音应该在法庭上得到回应 而不是在街头靠喊口号解决问题 谢其其 你这番话听起来像西欧记里的沙僧 总是谨慎小心 生怕出错 但社会的进步不仅靠法律条文 也要靠民众的呼声 小草们的行动是民主社会的一部分 他们在呼吁透明和公正 柯文哲的案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 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我们需要更多的公开和透明 让每个人都能了解事情的真相 否则 我们的法律体系 就可能被一些不透明的力量所操控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赞 订阅